所有的消費都是 跟以往你只吃一頓飯 Marry me 這樣去做的求婚已經是另一個層次 真的睡不到 不是開玩笑 真的睡不到 籌備了那麼久 我不想在最後那裡突然之間爆響了 好緊張啊 加油 神秘地引我女朋友去到戲院 然後就給她一個驚喜 哭 哭 求婚成功 我相信戲院求婚不是你第一個 但你加上拍攝 過完東西 而一對crew 你是第一個 要讀一無二 又要有心思 Jack用了一年時間籌備 決定在他們拍拖八周年的紀念日 向女朋友求婚 為讀你是那麽得雪 F歌行其實應該只有你們兩個 租六音室六歌 度身訂造一段求婚片段 還要包了整間影院播放 都是由林志華一手包辦 不過他不是Jack的好兄弟 他叫自己做求婚策劃師 現在已經去到要做煙花的求婚 或者可能出去做旅行求婚 所有的消費都是 同以往你只吃一頓飯 去到 譬如說送幾碟送上去 Marry me 這樣去到做的求婚 已經是另一個層次 有分隔雜誌統計 去年香港結婚消費市場的總值 接近二百億 越來越多情侶 不僅為一場世紀婚宴而大灑金錢 有人更為了留下一個美好的求婚回憶 而一雜千金 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在一個月 可能是兩三單 那現在的話 其實已經慢慢去到 做到每個月 可能是六單至八單 由一開始說可能是三四千元 或者四五千元 那現在約升度已經說 可能差不多一萬元 一萬多元 那是未計算戒指的 全部東西 個個都會希望做得比較特別一些 難忘一些的求婚 而不會像以前那樣簡簡單單 疏忽 送給你 八年了 我們跑了八年 我和你過了很開心的日子 我希望 繼續過多 將來過多更開心的日子 你可不可以 陪伴我 然後繼續 走下去 好嗎 嫁給他 嫁給他 而且真的很開心 也有一些驚訝在戲院 這裡 我講過很想我的朋友 都在這裡 連媽媽都在這裡 所有我最好的朋友 都在這裡 真的很開心 真的 多少錢啊 都真的多 真的多 戒指 接近 七八萬 包場 都一萬 我請婚禮 六個都二萬多 近年多了一個說法 新人重視婚禮多過婚姻 難怪學者都認為 籌辦一場非常婚禮 都算是一次情比金堅的試煉 從到達禮 不要忘了 到達禮